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塔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总统先生是东地问建国元勋 和中国同东地问友好事业的奠基者 你的访问是东地问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中国同东地问传统友谊远远流长 中国最早承认东地问独立 并同东地问建交 建交以来 两国始终真诚相待 守望相助 是不同政治制度 发展水平 历史文化国家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的典范 两周前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 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和两国合作 带来新动力 新契机 中方愿同东地问一道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东地问一道 朝着三个更高的目标 引领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一是坚定相互支持 打造更高水平双边关系 中方坚定支持东地问 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努力 愿同东地问全面深化战略协作和发展合作 维护好两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朝着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迈进 二是坚持互利共赢 开展更高质量务实合作 围绕产业振兴 基础设施建设 粮食自给 民生改善等四大重点领域合作 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为契机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分享水利建设 节水灌溉 防灾减灾等领域经验技术 实施好水稻栽培等农业合作 推进渔业 减贫等合作 助力东地问经济自主和多元化发展 三是 共促全球南方事业 开展更高层次多边协作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 加强在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等 多边平台协调配合 共同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方也愿在 中国普与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框架内 同东地问开展更多双边三方合作 阿尔塔表示 自1976年以来 我多次访华 亲眼见证了中国发生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 堪称人类奇迹 面对深刻演变的世界局势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提出贡献一带一路 和一系列重要全球倡议 并促成沙特 伊朗 以及巴勒斯坦各派别 实现和解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做出重要贡献 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和平负责任的 全球大国作用和影响力 感谢中国长期以来 为东地问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应对新冠疫情提供的宝贵支持 东地问希望进一步巩固发展 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粮食安全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助力东地问实现国家自主发展 东地问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台湾独立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切努力 南海问题应该由当事国通过谈判自主解决 东地问愿同中国等地区各国一道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理念 这体现了古老东方文明智慧 愿同中方密切在多边框架下沟通协作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和农业 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 航空运输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地问民主共和国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天中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奥尔塔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